身为中国人,我绝不会与大陆同胞互相残杀。 台湾一名陆军军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己选择退伍,台当局执政的一切荒谬已不值得再被守护,所以我选择退伍。 作为一名中国人,我绝不为分离主义而战。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,台湾陆军军官邱玉红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,自己当初选择从军,是因为相信台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,台湾民众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。 在此信念上,我愿意去守护台湾,守护广大台湾民众,愿意去为台湾奉献,为台湾牺牲,然而,台独,奉行的,分离主义,让这一切都失去意义。 邱玉红指出,台独,分子们紧抓全力,然后催一切基础与精神,他们带着台湾走到悬崖边缘,然后宣称自己能飞。 邱玉红表示,他现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,其实也自知该听他人劝说,看得淡一些,吃住公粮,安稳度日。 但邱玉红指出,他没办法不去想,蔡当局,执政的一切荒谬,台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和军工交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令他非常失望,于是我只能选择退伍。 如今的台当局已不值得被守护,作为一名中国人,我绝不能为,分离主义,而战。 邱玉红的文章似乎引发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共鸣。 台湾民网友纷纷纷纷跑到邱玉红文章下留言表示,邱玉红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青年,他既有勇气,也非常有智慧。 邱玉红,是条真汉子。 据台媒报道,近段时间以来,随着大陆一系列会台政策的实施,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同度可谓不断上升。 日前,台湾小学生林自勇在介绍自己时,就明确表示自己来自中国台湾省。 在台媒此前发布的《2018台湾民心动向大调查》中,台湾民众赞成两岸统一的比例更创十年新高,而赞成台独的比例则为十年新低。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此前所说,大陆这些年的发展进步,和一直以来推出的有利于两岸同胞的这些政策措施, 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感受到了我们对台湾同胞的真情实意,也感受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各领域交流与合作,是对台湾老百姓有好处的。 日久见人心,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会慢慢觉醒,明白这些道理,然后跟大陆同胞一道, 共同去推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。 鼓吹台美各阶层官员互访的与台湾交往法案3月16日在美国闯关成功,让台湾岛内的队营人士欢心雀跃, 而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一些亲台人士,也急此频频造访台湾,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加油打气。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黄之汉刚刚离台,又有一位重量级的美国会议员到访台湾,他就是与台湾交往法案的重要推手之一,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。 26日夜间抵达台湾的罗伊斯,27日一早就受到蔡英文的接见,蔡在会见罗伊斯时,一如既往的对美方大献殷勤。 蔡英文感谢罗伊斯大力支持与台湾交往法案,协助法案顺利在美国国会通过,并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,并表示, 接下来台湾会和美国行政部门保持联系,促进更多互访和交流,一起发展更坚实的合作伙伴关系。 对于美方高官频频访台,不断打出台湾台,国台办主任刘洁已在上海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, 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,一些美国人想打台湾台,是对台湾同胞的愚弄,最终都会是拖劳的。 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,熟悉对美外交事务的刘洁, 亦表示,中美之间涉及台湾问题,有明确的三个联合公报,美国对中方做出过明确的承诺,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,美国必须要履行承诺。 刘洁一说,现在确实有一些美国人想打台湾台,打台湾台伤害的是全体中国人民,也包括伤害台湾同胞的利益, 这是对台湾同胞的愚弄。 我们也相信,只要我们两岸挟起手来,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,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, 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, 那么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打台湾台,伤害全体中国人民利益,就都是徒劳的。 对于近日美台交往问题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再度阐述中方立场, 他强调,台湾问题事关中方的核心利益,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,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。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, 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势的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,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,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。